美国总统拜登9日展开忙碌的欧洲之旅 这也是他上任以来的首次海外访问 他在13日结束于英国举行的七大工业集团G7的三天峰会之后 随即前往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 在拜登的合纵连横之下 共同抗衡中国成为G7和北约集团 规划未来策略的重中之重 而G7和北约成员国也承诺 将会共同加强应对多项全球危机 包括COVID-19疫情和气候变迁 拜登在宣布出访欧洲之前就多次喊话美国回来了 要重新召集盟友共同应对全球民主所遭到的攻击和挑战 过去在前总统川普任内和美国产生嫌隙的欧洲盟友们 对于拜登带领美国回归国际舞台展现了支持 这一次访问拜登展现的稳重以及坦率协商态度 受到欧洲盟友们的欢迎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聚期峰会期间 在场边便极力称赞拜登对于伙伴关系的重视 我们必须要与这些疫情和COVID-19疫情 我们必须要遇到很多的改变 很多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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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全这些问题 我们需要是協会 在中国议题上 即便一直以来 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 被认为因为经济考量 而不愿意对中国太过严厉 不过他们在这一次峰会 对拜登的对中政策展现了支持 外界也看到 G7集团对中国的日益扩张 试图要做出一致的回应 这一次峰会签署的联合公报 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自2013年上台以来 内容最广泛提到中国的一次 而且第一次提到台海情势 公报中重申维持印太地区 自由开放的重要性 对东海和南海情势表示关切 以及强调 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在人权议题上 公报大力抨击中国 包括打压香港民主人士 以及点名新疆 是强迫劳动的疑虑来源 此外 美国力推的一项 全球基础建设计划 也在公报中成行 被视为是针对 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而来 由七大先进经济体组成的聚气集团 将推出名为重建更美好世界的建设计划 拜登表示 这项资金高达40亿美元的计划 比一带一路计划更加优质 聚气峰会落幕之后 拜登也马不停蹄地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参加北约峰会 北约是在人战期间 为了应对苏联扩张 而诞生的北美与欧洲军事同盟 如今它也面临到中国扩张带来的挑战 事实上 北约早在去年底发布一份 题为北约2030的改革报告 展望2030年的挑战 报告指出 尽管在今后十年间 俄罗斯还是北约的主要对手 不过 北约也要更认真的思考 如何因应中国的扩张 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崛起 北约2030也成为这一次峰会的主题 在美国的力促之下 北约会后所发出的联合公报 对于中国的措辞 比G7公报更加强烈 直接名指北京 对于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 而相比两年前 北约说中国是机遇也是挑战 这一次北约显现出更强硬的对中立场 北约点出中国迅速扩张核武设备 军力现代化不透明 以及和俄罗斯加强军事合作带来的新挑战 认为往后应该要强化 应对中俄合作的潜在武力威胁 德国总理梅克尔 在北约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 对北约集团针对中俄 在未来十年的策略方向 再次展现支持 他表示 德国也注意到中俄一系列的混合行动 看到了新挑战 拜登上任后的欧洲行 的确向盟友大力展现出美国回来了 也再次强调 美国与国际在外交合作上的不可或缺 拜登能够成功在G7和北约峰会上 赢得盟友支持展现一致的对中立场 可以说是他此行的最大收获 阳光编译张亚涵报导